韩国政府15日表示将从3月20日起解除地铁和公交车等公共交通的口罩令 此外政府还决定从20日起陆续恢复2020年1日开始被暂停的韩中国际客轮航线运行 新冠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第二次长韩畅谢介绍说 当天的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会议做出了上述决定 这是2020年10月起中央政府开始实施口罩令以来 时隔两年五个月首次解除公共交通口罩令 韩畅谢在介绍解除公共交通口罩令的背景时表示 1月30日调整室内口罩令后日均新增新冠病例数减少了38% 新增危重病例数也减少了55% 也未出现新型变异毒株防疫情况保持稳定 但政府仍强烈建议在高峰时段搭乘公共交通的人员 感染高风险人群及有疑似症状的人员继续佩戴口罩 政府还将从20日起解除超市车站等大型设施内 开放型药店的口罩令 但考虑到有疑似症状的人员和感染高风险人群等情况 政府将继续维持一般药店的口罩令 韩畅谢指出 政府必须要保护60岁及以上高龄者等感染高风险人群 为此将积极提高高风险人群补充疫苗接种率和治疗药物处方率 最大程度的降低重症转化率和死亡率 感谢指出